那是国际组织嘛 去帮那些朝鲜人把那个眼睛弄好 好多朝鲜人就十几年不见天日 哎呀突然眼睛好了好高兴 你知道当时他们干什么吗 每个眼睛医好了之后 他们起来拔了那个纱布 他不是感谢医生护士 他们一起冲向那个礼堂 对着金日成跟金正日的照片痛哭 感谢感谢主席 感谢领袖你让我们回复光明 那些那些记者啊 就就傻住了 就说这这明明就医护人员给你们弄好 你们怎么这是什么范围 没有领袖安排你们能来吗 不是我觉得这个后来我就想到 这像什么 这有点像是 其实美国人自己想想自己日常用语 就能够了解这个心理 美国人是这样 就比如说很简单嘛 我考试的宗教考上了 一个大学教授看给我面试了 愿意给我全额奖学金了 我出来 感谢上帝 你等于是这样的状态理解 你就能够明白那种所谓感情 感谢是怎么回事 就我觉得朝鲜人 或者世界上很多时期 很多国家人都曾经有过这种经历 就他每次要讲感谢什么 感恩什么 那个感谢跟感恩就必然联系到一个固定的对象 无论任何事就包括家里人吃年夜饭 今晚加了个菜 我们感谢主席啊 什么也会这样吗 就是如神一般敬仰 是吧 就是但是如神一般敬仰呢 让外界的人看起来啊 你觉得不好 神加密 就会觉得特别神秘 而且呢 你说 而且呢 这个还有一个特征 你发现什么呢 就是说啊 信息不能过多的披露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你比如说啊 咱们站在外界的媒体上了解 我就跟你讲 过去我们做这个关于朝鲜的节目啊 你看今天金正日是哪出生的 你都不太清楚 有一种照他公开的说法呢 他是什么2月16号还是几个月 出生在一个朝鲜的一个什么地方 可是另外的说法呢 是出生在俄罗斯 对啊 对啊 包括呢 他到底 比如说这个金正恩 当年我做这个文涛判案的时候 讲金正恩一直是在讲金正云 金正云 我当时对啊 我当时讲 我说现在他的名字 不叫金正云啊 就叫金正寅 可今天我知道他叫金正恩 这是去年公布的 说多大岁数 不准确 外界一般就说80后 那就是80后啊 说2728 你都 全世界最与时俱进的国家了 80后做领袖 是吗 全世界没有这样子了吗 有80后做领袖 有有有 但是他最年轻 好像现在也有一个 也有两个80后 一个是哪一个岛国 然后不单国王也是80后 对 但是这个有点不一样 他唯一打破纪录的 他是全世界 可能是尤其以来最年轻的大将 也就是上将 金大将 金大将 然后呢 但是他这个年纪方面啊 就跟朝鲜很多事情一样 那种神秘是很奇怪的 你比如说我发现 由于这个国家太神秘 乃至于外界很多关于他的研究 包括一些很名牌的大学教授 他们说帅话 你觉得都像八卦杂志上的留言 我那天才看到很多一些 著名的教授的一些专家学者说 说他这个出生日期啊 呃 原来都以为是1930嘛 不不 1980 可能1981 但是现在朝鲜官方是说是1982 那后来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后来又琢磨出来 1982是有玄机的 因为1982 如果他是1982生 明年他是30岁 啊 这什么日子呢 明年是他爷爷100岁明蛋 对对对 是他爸爸70岁生日 对对对 那这 这样子三代下来呢 这个数字很神圣 对对对 那另外还有呢 就是呃 他这个样子啊 人家说他越长越像他爷爷 是是是 所以外界呢 有些专家 对不很多人说 他是不是整容 怎么想向他爷爷 是是是 增加这个政权合法性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家神秘到一个程度 就是你所有关系他的分析研究 听起来都像闹笑话一样 韩国的朝鲜日报 声称 引证这个朝鲜的内部文件的说法 说金大将三岁就会开枪 九岁能够随时击中移动目标 六岁能开大卡车 还是几岁就是说 而且就是总过一个倾斜的这个这个弯道 你你听起来真的像是八卦杂志一样的这个 但但真的因为当年啊 就他爷爷死的时候啊 就金日成主席去世 这个主席很重要 因为只有他叫主席嘛 他是永远主席 金日成主席去世的时候啊 当时朝鲜的电视台甚至发布过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是什么呀 老百姓们要是好好哭 这几天哭好了 哭得感动了 说不定他会回来的 哎呦我天哪 不过那么多的神秘哈 这一次金正日吧 就一件事情让我觉得不神秘了 而且跟我一下子就有关系了 哦 他是心脏病去世的 没错 哎呀我就想讲讲 徐老师 一下子我觉得就是肉身啊 跟我都很相似的嘛 没错 我觉得真正跟全人类有关系的是这件事 为什么我要讲 你们再神秘 这还是心脏病嘛 对啊 就在在在专列上 这个东西真是来无影去无踪 你知道啊 呃徐老师当年 我一下觉得跟他同志 徐老师当年装支架的时候 还专门跟我分享过这个 我们心脏病的心得 别提最近心痛死了 他说呀 他说这个至少有一件事好 就是说啊 要过去啊 一下就过去了 他不像癌症 癌症很痛苦很折磨 对吧 这个心梗啊 因为最近咱们公司的一位这个司机师傅 我刚才路上跟他聊 他也是匆匆赶回家呀 老爹 我跟你为什么我要提醒你们啊 因为我自己对这个有过经历了 就是说啊 呃上一定岁数的人 你像他是69吧 金正日啊 往往啊 呃你看这个老人出事 恰巧都是在医院 为什么 就说明他在前两三天 已经野战车 对他是在他的专列上 因为金正日听说呀 就是不不坐飞机 为了安全 就是他火车里边 等于也是他的医院 是这样 是不是 他里面都能讲 那人家首长 肯定医疗小组 这就超过一般医院的水平了 但是即便那样 也真的没辙 就是说你像我们这司机 他的父亲 就在医院里啊 就在医院里 说堵了 你完全没办法 这医生说 这个开不开刀啊 血压 等这个血压上来 血压上不来不能开刀 但最后发现是大面积栓栓 你知道我现在发现 你知道什么叫血栓 这个闻到你抽烟呢 真的是要小心 什么叫血栓呢 这个像渣子一样 小的像渣子一样的东西 大的可能就块状 而且这个东西 我就说来无影去无踪了 就是说 其实是个命 我认为 你怎么知道 就是他运行运行运行到 你最细的那个血管的时候 啪堵住了 比如说如果堵在大腿 你这条腿就瘫了 如果堵在脑细管 你怕脑梗塞 脑梗你就中风 对吗 而且最更危险的是二次 这次金正日 听说他在2008年 已经有一次 二次一般呢 就更危险 所以呢 这个全国人民 都要当心这个问题 枪枪三业 省力改一下子消失了 广告 都是人嘛 都是人嘛 广告之后见 对 兴奋断将离仅更久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一重工 你看这个徐老师也是有点这个什么心肠病人 一下子觉得金正日同志 真是同志 你在想国家事情这么大 全世界这么紧张 或者是大家这么悲痛等等 一下子觉得都是人 你不能跟人家比 人家金正日同志是在专列 过度劳累 我们每个人都过度劳累 你没他劳累 我看香港报纸讲 咱们是不是 我就假想猜测 一个父亲的心情 其实说他2008或者2009年中风之后 这就开始要安排 但安排自己的孩子 才27、8岁 你想27、8岁 那么他通过有比较大的孩子的 但是他通过一种什么就是金正南 金正南是这个有名的 用这个其实但是金正南是个好父亲至少 他为了让他儿子去日本的迪斯尼玩 对用假护照潜进日本 被日本海关发现 吓死他们了 就所以最后闹了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为了去迪斯尼 对用假护照 对用假护照 对用人家的小孩去迪斯尼 然后那时日本 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 所以你就知道 他这个父亲 很有人性 他有人性 其实为了让自己的儿子 能够坐得稳 接得稳这个江山 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巡视江山 为什么你看近几年 他身体不好 瘦的有时候都脱了形 但是你每次看到他 都在专列上 频繁的视察 到各个地方 军队场况什么 频繁视察 有一种分析 就是这种啊 这也是特殊的一种 培养儿子威胁 你要往往儿子在身边 交代吗 交代视察吗 问题首先在于 他不一定要给他儿子 对不对 问题就在这儿嘛 而结果现在他给了他儿子 他儿子这么年轻 又刚刚踏入政坛 甚至连他正式的名字 都是去年 大家才知道 所以现在朝鲜呢 有个很挺麻烦的问题 就这个政局上面 因为他这个制度 不是很明确 到底他稳不稳定 很多人都担心这一点 那么其实所以你看啊 很少有一个国家 是领袖去世之后 是周边国家 要提高警戒状态 提高警戒状态 然后而且他们 也的确很怪 因为他们马上发了一颗导弹 试射一个导弹 真的啊 对啊 据说是没关系 他后来几次说是没关系 但是问题是他 他有一个联想了 对对 然后呢 所以包括其实中国也很紧张 这事 因为你这个政权 如果他真的万一有点不稳定的情况的时候 那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当然 那这个我联想到另外一个 最近去世的一个政坛领袖 一个名字 叫哈维尔 杰克前祖宗 对 因为正好就是一天之差 然后 对 是应该是不到24小时 是哈维尔先死 然后是金正日 然后哈维尔 这正好是昨晚呢 我看到呢 布拉格 满街的人 就在出来烛光晚会 在悼念他们的那个文大领袭 这些范儿 两个两个 但是上天是公平的 上帝接见他们是一起接见的 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